王后不吃不喝做法99天终于要生了 乃至怀胎十月生下的竟是一只带钻的金螺 此时国王正在为自己喜当低而感到高兴 可就当他看到墙堡里的金螺时 瞬间脸色突变大发雷霆 这让和王后一同生产的心机王妃十分得意 毕竟自己生下的是一枚正常可爱的女婴 随后她便跑到了国王面前 立即就对她进行了一番别有用心的劝说 国王听后竟真的来到了王后的寝宫 丝毫不顾及妻子此时的内心有多痛苦 狠心就要让她带着金螺赶紧离开皇宫 第二天王后退去一身华丽的金银服饰 抱着怀里的金螺被几个侍卫给送走 可乃至走到半路侍卫竟让船停了下来 随后将她带到了一片没人的小树林 原来就在昨天晚上 心机王妃花下重金贿赂了这群侍卫 并让他们明天将王后在半路上处理掉 此刻王后早已心灰意冷地会在地上 盼望着能让自己解脱的这一刻来临 可谁知就当侍卫刚举起刀时 却被一阵神奇的光芒拦住了她 不管侍卫接下来如何用力 都始终无法继续砍下去 三人被这诡异的一幕下的四散而逃 随后侍女将假王后的脑袋拿到王妃面前 王妃看到后瞬间十分满意 可此时的国王内心竟开始渐渐后悔 脑海里不断浮现与王后的点点滴滴 看到空落落的船让她更是难以入眠 可怜的王后抱着金螺在树林睡了一晚 随后不知走了多久 终于寻找到了一户人家 老婆婆看她如此可怜便好心收留了她 可当王后每每看到自己的孩子变成金螺 内心总是难免伤心不已 然而这一切都被躲在门口的小孩看到 原来她正是天神赐给王后的亲生儿子 因为小帅天生神力又很是贪婪 于是善良单纯的她便偷跑出来 只将一个金螺留在了母亲肚子里 小帅很是不解为何母亲会如此的伤心 于是便趁他们不在家时 偷偷将一些食物摆放在了门口 想要以此来安慰伤心的母亲 当众人干完活回来看到眼前的一切 瞬间纷纷感到不可思议 而王后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 于是立即走进房间查看 但墙堡里依旧还是只有一只金螺 此时在另一边 心机王妃的侍女正在村里四处打拼 随后只见她颤颤巍巍的走进一位村妇家 映入眼帘的正是这附近有名的巫婆 原来王妃在宫里一直得不到国王的宠信 于是便让侍女去找来巫婆替她施法 只见巫婆将一个小年人吹了几口黑气 紧接着在王妃的嘴上画了个圈圈 王妃瞬间自信满满的丧手弄姿 夜晚国王突然起身 嘴里不知念叨着什么 然后失去意识般的走进了王妃骑宫 侍女赶紧上前高兴的关上了房门 可哪知第二天 王妃却对着巫婆怒气冲冲的一顿指责 但法力高强的巫婆哪里受过这种气 夜晚她直接在房间开启了强大的法坛 更是召唤出了一个会说人话的骷髅头 只见皇宫周围传来一阵恐怖的声音 将伺候小公主的侍女吓得瑟瑟发抖 小公主听到声音立即跑来告诉国王 国王听后大惊失色 乃知心机王妃却说是小孩子不懂事 三言两语便将小公主给敷衍离开了 随后又用自己施了法的嘴 对着国王的耳边一阵念叨 国王竟立即就顺着王妃的意思说话 然而此时在王后这边 她总是会经常不受控制地偷瞄着家里 但每次却并没有发现什么 可就在这一次 她再次感觉到了不对劲 于是找了借口和老婆婆说忘拿了东西 她又悄悄地躲在房间的周围查看 一旁的树精终于看不下去 于是现身决定帮助她 只见茅草屋上突然出现了一群乌鸡 紧接着一个小孩出来拿着棍子追赶 王后看到这一幕十分激动 立即跑上前将小孩一把抱住 她知道这一定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但是她想起儿子肯定又会躲进金螺里 于是竟拿起棒子将金螺狠狠地打碎